下午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云南区境707 也是在农村 我们今天来看一套农村房子 要出租的 距离市区呢 只有一公里多一点 这个房子呢 农村房子 刚好带一个小院 里面水电都接通了 400块钱 一个月 可以按年租 也可以按夜租的 然后那个房子里面 可以养鸡啊 也带一个小院 但是那个房子呢 里面都要来找我 需要收拾 需要整理一下 这个房子还带一块菜地 那个菜地呢 也可以种菜吃 记得迄今的事情呢 走路到市区呢 可能就十几二十分钟 就可以到了 比较近吧 现在我在的位置呢 海拔是1800多米 气温呢 夏天就是20多度 不会唱30多度 所以晚上夏天呢 盖棉被的 这边呢 夏天时和避暑 夏天是比较凉快 树荫下面 就感觉像开空调验 比较凉啊 然后那个房子呢 就是前面这一栋啊 这边是一个卷帘门 卷帘门这边呢 就是围墙 这里长长的 这是侧面 一共是两层的平房呢 它里面水电的接通 那块菜地呢 就是旁边一个人 人过去那里 就是那个菜地了 就是比较近嘛 看看门前 门前呢 刚好这个卷帘门呢 现在是时间久没有 用了 里面都可以开辆车 车都可以停进去呢 如果不停车呢 里面现在是养了鸡的 我们看看 就是这个房子 外面就是围墙 门前呢 像这些位置啊 那些位置 随便停车的没问题 然后前面呢 就是旁边 这个不是 这个是邻居家的 然后这栋房子呢 就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外观吧 这个就是从那个到起经的时期 这个农村的路啊 四通发达 很多路可以进出的 然后这个门呢 现在是打开了 开着了 这边进门啊 看这边堆的水桶啊 这边水管啊 水电都有接通了 虽然看看这个长长的 就是小燕子 不算大了 但是旁边侧面 侧面以前是个车库 但是这个是用围起来的 之前主人 现在里面养了一些鸡 我们看一下 这个燕子加起来呢 燕子可能就是四五十平吧 加那个房子呢 一百道平 这个站里面 就是两百道平 然后这边呢 是进门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烟囱上去的 烟囱上去里面 是堆了些杂物 应该是还在 农那个农村的老罩啊 这边堆了柴火 你看现在里面还烧水嘛 那边是一个锅 它以前是养的鸡 不过现在是空着的嘛 我们看看这边嘛 进门这边 黑漆漆的 那边呢 就是上楼 楼上还有几间房 这边呢 就是客厅 我们看一下房子里面吧 房子这边也是堆了杂物 那边呢 可以晒到后面 后面就是菜园子 可以晒到太阳 这边呢 也就是堆了好多杂物啊 这间呢 是比较大一点的 燕子就喜欢找那种环境好的地方 然后适合人居住那种地方 所以燕子住进家里面 就说明意义比较好的 适合人居住嘛 这个房子呢 一共有 一 啊 下面就是三间了 上面是四间 七间 一共七间房了 但是这边是 你看 里面房间里面 就是好的灰啊 那个窗子 也是过去 这边呢 也是好的灰 看看这些柜子 都落了好的灰啊 那边就是空着的 这个柜子里面 是那种衣柜啊 这间房子呢 没有钥匙打不开 这叶子 也是一间卧室 这边呢 就是 二楼的 可以作为一个客厅 啊 现在上楼啊 上楼这边好多仙人掌啊 仙人掌都是这种一片一片的 你看都 结了仙人掌的果实啊 再往这边过来呢 就是 这个平台 平台是这种空旷的 它房子没有漏水 也没有漏水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周边什么样的吧 周边那边是种了大牌 那边是蔬菜大棚 这边就一块地 一块那个地 菜园子 可以种菜的 如果租这个房子呢 旁边就一块菜园子 可以种菜的 所以这个房子呢 就是这样 我们看看周边吧 你看周边前面高的那些楼啊 那边就起经时期 只有一公里 记得起经时期 最近的农村 就是在这边 猪街这边 这边呢 下面都是田呢 这是菜园子 如果是长期呢 价格呢 还能低一点 但是这个房子呢 人家租多少年都可以 毕竟这个房子呢 因为房子 控制这么多年嘛 它水电都接通了 如果是没人租呢 它准备这个房子 弄起来里面养鸡 一年养个几百只鸡 它在里面 反正旁边 也没什么零鸡 也不会影响到人家 刚好在这个村头 独处的 旁边就是菜园子 如果养鸡呢 一年都也可以 把这个房租给赚回来了 不过是要花功夫 花时间的 但是这个房子呢 需要收拾 如果收拾好了 弄好了 这个一个小宴啊 距离存期比较近 比城里面租房子还要便宜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没有心动 在这个卷里门这边 都可以开店 就可以做生意了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想法 所以对比那个仓库的价格 这个是不是更便宜 更优惠呢 公交车呢 也是要走个十多分钟 就可以坐公交车了 如果旁边那条路修起来呢 这个旁边修起来 路通了之后 这边会更热闹 人会更多一点 继续生活在农村啊 在零南这边 因为这套房子 如果院子再大一点 我都想租来 把这个房子 做我自己的根基地吧 也是在这边 长期生活在这边 比城里面住着 肯定舒服多了 也安静 因为它有一个菜园子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帮帮找黄的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